今天累計陽性個案仍是784宗 增加至16個感染群組 當局跟進11499人 而母親會校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兩名分別是94和100歲的女長者 因為感染新冠並發症而離世 是今波疫情首次有人死亡 社交局說院舍累計3名院友和11名員工感染 全澳36間院舍已在6月24日陸續實施防範性閉環管理 而負責核檢統籌工作的教清局說 由7月4日至9日一年6日進行三輪傳聞核酸檢測 每兩日做一輪共三輪 0至3歲的嬰幼兒可獲豁免 每一輪核檢共33小時 當中關愛站會提前3小時開站 即是6時就開始了 而站點就增加到64個 一旦發生混讓陽性的話 30個流動採養小組就會上門 大家不用去澳門彈壁 當局說希望有關人士內心在家裡等候 期間不能離開家 至於未來一週採取一系列措施 當局就希望找到仍然存在在社區的感染個案 加強社區感染控制 重促控制今次疫情 社民司司長歐陽瑜呼籲 澳門各國工商業界 盡力配合在未來一個星期 盡可能暫停營業和維持最低限度運作 其實現在的店舖都拉閘九成 拉閘誰出糧給伙計呢 司長說市民應該留在家裡 如非必要請物外出 減少社會人流的流動 降低交叉感染風險 其實近一星期澳門人都很少出街 出去開車沒有車的不塞車的 街上都沒有人 被問到會否考慮全澳停工 司長說當局希望按部就班 假設經過下一輪措施後 感染數字仍上升 不排除會採取其他措施 包括全澳門如何靜止 政府曾考慮停工 亦有考慮全市靜止 五名司長昨天才跟特首開過會 澳門如果需要強制靜止 像深圳一樣 他就問能否承受得住 他就說全市靜止並不簡單 希望參考其他地方的慘痛經驗 我們改良再部署吧 這集就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可以掃片給截圖二維靶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Bye